各位同学 我们前面讲到 一维弹性碰撞 根据动量守恒跟动能守恒 我们可以 还有如果我们已知两球质量 还有两球出数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两球的末数 那我们的公式长这样 它就是一个质量 M1加M2分之一 M1-M2 然后这样 那我们上次有说到 这个上面的分子 加起来要等于分母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写出来 所以我们只要背这个公式的 前半段就可以了 伸出后半段来 那还有就是接近速率 等于分离速率 我们就是从动量守恒跟动能守恒 就可以导出这么多事 那我今天还要再告诉你 这其实这公式还可以等于 两倍VC-V1 这个公式可以等于 两倍VC-V2 -V2 好 那VC是什么呢 VC叫做系统的执行速度 其定义为总质量分支 总动量 好 所以同学我今天在跟你说 这个公式可以 除了这个一维弹碰的公式 除了前面上述的这一个比较丑 比较长的这一个之外 我们还可以有一个比较简洁的做法 就是两倍VC-V1 等于V1 好那你要怎么证明呢 你把这公式带进去可以应报出一样的结果 好 那这是一个很low的做法啦 不过你带进去应报应该还是可以做出来 好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就是我想要问大家两个问题 Q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的分子加起来 为什么加起来要等于分母 好 好 那请你给我一个物理的理由 就是说因为某一件事情 物理上的某一件事情会导致 这个一维弹性碰撞的公式 就是这个分子加起来一定要等于分母 还有好 我再把这边强调一下 这个分子加这个分子也要等于分母 好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有没有什么人可以不要用暴力的 或就是比较计算性的方法 把这个VC带入来导出这个公式 不要把VC带进去 然后说就就就相等啊 这个等式成立等式成立就导出来了 不要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比较漂亮的 或是比较物理的方法 可以导出V1Plunk等于两倍VC减V1 那或者是V2Plunk等于什么 两倍VC减V2 那如果可以有物理的 我要的是物理的答案 用物理的角度得出来 这个要得出这两个答案 都会蛮漂亮的 所以我想要有一个物理的答案 那这个就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的问题 OK 那我接下来的课程只会把这些公式当做是已知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应用 或者是解题 那但是我就不会直接回答你 那如果你拥有这两题的答案的话 你再把它寄信给我 或者是你在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里面PO文 那我按照时序 那最先提出这两个物理答案 也是我认可的 那我就会加分 当然如果你提出来的答案是我没有想过 而且也很棒的 那我当然加更多分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playing 优优独播剧场 humbled ended Şim lån 在那这边 可能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 toll